嗨 大家好 我是Carrie 又到了大家最愛的Q&A時間啦 這次我想做Q&A是因為我想做疫情的關係啊 很多人不能來滑雪 那我就大放鬆一下做一個簡單Q&A 就是教學問題啊 我都會回答 好 我們直接廢話不多說 從第一題開始 每次滑雪完呢 腳底板都會很痛 但是休息一下就好了 到底是鞋子的問題 還是我太胖了 很像腳體筋膜炎 我想你應該是Ski Boots吧對不對 就是你左右兩側可能太擠了 這個Ski Boots太緊 被擠壓到的時候 你的腳底就會痛 你可能要試一下別雙鞋子 然後像我們平常跟人家握手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緊度就好 剛好包覆到你的腳 但是不要穿到那種太緊 或是扣到太緊 把你整個腳都綁到變形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腳底板就會很痛 下一個問題 請問初學者建議把手機放在哪裡 這個問題應該是Snowboard的初學者吧對不對 你們很怕滑一滑的時候會跌倒對不對 你很怕跌倒會壓到你自己的話 可以放Locker啦 那我的話我建議你可以放在胸前的口袋啊 這樣平平的 或者是你可以放在你的褲子口袋 這樣也OK 下一個問題 由於教練課程費用都很高 加上每年能到日本滑雪的天數有限 如何在花錢上課 找教練和自由練習之間取得平衡呢 我相信這個問題應該非常多人好奇對不對 那我個人是建議 如果你是平常有在運動 你體力很好的話 你就可以連續上三天的課程 如果你是平常沒有在運動的 體力沒有很好的話呢 我建議你可以上一天 休一天 讓你的腳有這個足夠的休息時間 腳太累的話 就算你上課你也做不到教練要求的動作 適當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哦 今天是平日 Gandola都沒什麼人 我們去坐Gandola吧 很多人會問說 欸我們進Gandola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Snowboard上面要套這個套子呢 因為其實蠻多滑雪場 他怕你一把Snowboard拿進來 就把這個纜車刮壞掉 所以呢這個套子呢 就是來保護Gandola的作用啦 有沒有覺得今天天氣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陽堤山 清清楚楚很清晰 下一個問題非常的可愛 他說 Kerry 你好 請問如果已經有過兩次滑雪場的經驗 而且還要請教練哦 回到台灣之後 也上超過20個小時的雪坦課程 應該是魔坦那種對不對 始終無法超越落葉飄 就是你一直都還在落葉飄的階段 有時候連 他說有時候連落葉飄都會有問題 這樣的話是不是沒救了 我跟你說 絕對不會有沒救的人 只有學得比較慢的人 不會有學不會的人 OK 好 那我們一開始初學的時候 都會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我們就會想要離地面近一點嘛 這個是自然的反射性動作 你忍不住就會這樣彎腰駝背啊 這樣子啊 那這種動作的時候呢 你的Balance 你的重心就跑掉啦 所以落葉飄最重要一點是 你要微微的把你的腳背抬起來 OK 抬起來 然後你的膝蓋有點馬步 有一點馬步 上半身打直 小技巧就是你的上半身要放輕鬆一點 很多人一開始緊張 你全身都在用力 整個大腿 整個上半身都在用力的話呢 這個落葉飄的動作就會做得很不順 也會比較困難一點啦 好 下一個問題有人問我說 欸 Niseko這個地方啊 除了滑雪以外能做些什麼事情呢 Niseko這個地方就是美食多嘛對不對 你可以去吃美食啦 可以去泡溫泉啦 可以去逛逛雪巨店啦 還有Hanazono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個類似那種很像輪胎甜甜圈的東西 你可以從上面這樣坐的滑下來那種 也是一種休閒娛樂啦 然後再來呢你可以 騎雪上摩托車 騎這邊啊流壽都有那個騎雪上摩托車的活動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這邊有什麼美食的話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介紹蠻多間好吃的餐廳喔 好 下一個問題有人說如果在雪場裡面跌倒該怎麼辦呢 就是打電話請找Patrol 那一個就是雪地救援Patrol 你可以搜尋你在的滑雪場的電話 比如說我現在人在Hanazono滑雪場呢 你就打電話給Hanazono滑雪場 然後說我在大概哪一個位置形容給他們聽 如果你是有摔到腳啊 摔到膝蓋扭傷的話呢 他們都會那個雪地 雪上的摩托車呢過來載你回去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大家要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在滑雪場以外的地方 比如說像Gate的地方跌倒的話 受傷的話呢一次的救援行動會在10萬日圓以上 OK 10萬日圓起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這個 呃 滑雪場以外的地方滑雪 然後千萬小心盡量是不要受傷 不然的話叫救援也是很貴的 好 下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有沒有專門訓練Park的課程 有的 我們這邊是客製化的 沒錯 又經過了 訂課的時候呢 你可以跟我們的客服人說 欸 你今天想要上什麼樣的課程 比如說我想要加強Park的課程 或者是我想要加強我的Carving的課程 那我們都會安排一個適合你的教練給你 這就是我們的私人課程啦 好 接下來有一個問題喔 非常有趣 就是在我們在很平的地方呢 要怎麼前進 那我這邊有一個單腳滑型的教學 可以簡單的跟你說一下 你要想像一下 如果你有滑過Skateboard的話 你就當作是Skateboard在滑 有綁的那隻腳啊 把它踩平 然後把你的另外一隻腳 在雪地上的那隻腳呢 你就可以這樣推 你看 膝蓋可以彎喔 推 推 很多人單腳的時候呢 會這樣 會這樣直直的 你整個直直的這樣 哇 消退好痠好痠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呢 你可以稍微彎一下你的膝蓋 推 有一種把你自己的腳推出去 把你身體推出去的一個力量 推 推兩步你就可以把腳放上來了 推 兩步 放上來 你看我的板子是前進了 推 推 放上來 OK 我必須說這個動作做久啦 腳還是蠻酸的 所以就量力而為啦 你看一下你每次要走這個平行的聯絡道有多長 那如果腳真的太酸的話 你就把板子拿下來用走的也可以 不一定要在聯絡道上面把自己的體力耗盡 下一個問題 有人問說 Snowboard如何選擇自己的適合自己的尺寸呢 那不論男女 我都建議你的Snowboard就是 拿起來的時候 高度是在你的下巴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是完全初學者的話 你可以稍微這樣摺摺看你的板子 像我這張板子是有一點硬度的 所以你看我摺的時候啊 有一點難摺 如果你是完全初學者 我建議你就是買軟一點的Snowboard 那軟一點的Snowboard 你這樣子一彎啊 就很明顯它這個板子 會就是你知道可以Push很遠 就是比較軟這樣子 你可以去雪巨店的時候問那個工作人員 你可以請他們都拿出來給你這樣 稍微這樣彎一彎來試試看 感受一下它的軟硬度 我們一開始初期在雪Snowboard的時候 很多動作會去扭轉到你的板子 尤其是在剛學一些S-turn的動作的時候呢 你會比較需要一張比較軟的板子 會比較好控制一點 等到我們到了中階 比如說你可以從紅線 你可以很順暢的滑下來的話呢 等那個時候你再來選比較中階 比較稍微硬一點點的板子囉 下一個問題 有人問我說 如果到Niseko這邊滑雪住宿 還要在家學Snowboard的話呢 大概要花多少錢 住宿的費用我們這邊很廣嗎 你如果是住那種share house的話呢 從3000到5000都有 Hotel的話一個晚上大概是2萬元日元起 1萬5的話房間會很小 那Niseko的這個滑雪平均每一間學校的課程費用 一天的學費大概都是6萬到8萬日元不等 就是每一間學校稍微有點點不同囉 北海道Snowboard哪個滑雪上最推薦哪邊的樹林 雪道最多呢 你說整個北海道來講 我覺得Niseko這個地方雪道是最豐富的 如果以滑雪道啊 以Gate啊 樹林區啊等等的 我比較推薦Niseko囉 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 想知道你全部的滑雪裝備費用 總共花了多少錢 從初學到現在 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現在滑雪已經是大概6年多左右 那我從初學到現在 我猜啦 我猜應該有150萬日元到200萬日元左右 因為我們是滑雪教練嘛 所以每一季這個買手套啦 裡面的小手套啊 然後Goggles大概這個面鏡大概一兩季就會換一個 還有雪衣也是 雪衣雪庫每一季都會添增一兩件 鞋子也是消耗品 一兩季都要換一雙 不管是Ski或Snowboard都是這樣 然後雪板的話也有分 Powderboard啊 一般Carvingboard All Mountainboard啊 Ski跟Snowboard都有 所以這樣加加起來 其實花費還不小 但是都是累積的啦 都是慢慢你知道 一點一點擺上去 不是說一次買一大堆這樣 有人問說 雪季結束要怎麼保養自己的雪衣? 我先回答這個送洗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怎麼洗我的雪衣 怎麼保養對不對 我都拿到我們這邊的洗衣店 很多人會拿雪衣過去嘛 所以他們也其實習慣洗雪衣了 不用跟他多說 他都知道怎麼處理 那如果你是住在其他國家 你可以跟那個洗衣店的人員說 這個是Gortex的材質喔 這個是很防水的布料喔 一般洗衣店應該都會知道這種材質吧 比如說你登山的外套啊什麼 他們正常的洗衣店應該都是會處理的 然後我就會把它收到全部集結集合起來 收到一個防塵的那種拉鍊那種袋子裡面裝 就這樣 我沒有特別特別怎麼樣去保養 怎麼保養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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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